这几天被万众期待的流量明星估计就是吴大志作人了 自从他上播和虎扑的7.25盒被音乐人伦巴迪斯后 各位吃光群众就瞧手以待 想看吴亦凡如何反击回去 终于黄千不复有心人 在各位网友日以继夜的呼喊下 终于等到了心心念念的反击歌曲Diss Track 并且与之同线的是吴亦凡本人的回应 表示这首歌是他为最近网络上的一切化声句号 此歌一出 有不少网友对吴亦凡这种收唱态度表示支持 并赞扬这个做法有点度 全程不带张字 吹自自诛心 完美演绎了什么才是传说中的高级黑 而虎扑对于吴亦凡的回应歌曲 则直接反问什么水平 态度强烈的表示了对吴亦凡的不限和质疑 简直就是当面打脸吴亦凡 就连凤姐也发文称 自己作为自来水一枚 完全不黑不粉 平心而论 吃饺子的兄弟唱的都比他好 得到的网友们的强烈共鸣 觉得自己都能唱的比他好 但是打脸并没有结束 大部分网友可能是原本对这场反击战 有着过高的期望值 导致在歌曲发行后 开始记忆起吴亦凡的说唱水平 并争先恐后的想给他来个负分 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还没等网友的不满情绪宣泄完 This track的歌词 又引发了众潮 纷纷感叹吴亦凡写的歌词 居然自己打自己和粉丝的脸 也是非常棒了 打脸的则是歌词中说的 对女孩的都不放过这一点 想想过去 被很多网友看在眼里的吴亦凡粉丝 首次赵丽颖和其他女明星 这时候的他们可没对对方有性别之分 更有网友表示吴亦凡作为说唱制作人 每次淘汰的学员都会用 歌词重复 节奏单一 全程单压等三个理由 但是这却都出现在三个这首 Diff Track 中 就连欧阳净仅仅四句的评论都比不上 而面对很多网友都喜欢的这两句词 被称为歌词中最右水平的 也被网友扒出来 是引用字一首非常小众的古诗 完全不是即兴创作下的自我发挥 就连歌词开头直接点名的白白混音 这首歌没混直接发 也被红花会的Mile在朋友圈和混音大神 揭露来混音作品 不仅这样 还做了mastering也就是母带处理 只在准备出版CD之类的以前 做一次统一的音频指标修正 虽然Mile后来发文强行解释一波 不应该因为音乐的浅缺 而去质疑一个人的态度 表示他是最合适的制作人 但不完美 但这在网友看来 就等于Mile间接承认 无意乏说唱水平差了 而歌曲大脸还没结束 又被虎扑爆出无意乏抄袭 表示 Dissabit像Mashin Flow像Nartmas 而伴奏几乎一模一样 粉丝开始解释没有抄袭 说明这个Beat已经被取消了 四人所有权 只是正常的引用了而已 并且这首歌只是回应 不作为商业用途 更迪说抄袭的赤瓜群众 让他们理论知识多被一倍再来说抄袭 但是粉丝的这个解释 更是拉来了一身嗨 首先他们拿了 一个YouTube的视频 标那个红字 I don't To you all the copyrights To this video All music 说 这个Beat是公用Beat 先不说那个红字的意思 根本不是他们解释的意思 他们用的是YouTube的一个用户 上传的这首歌的全伴奏 标题著名了Instrumental 只是因为上传的人没有这个歌的版权 所以特意写明了 他只是上传一个这个歌的霸奏 这是上传人的版权意识 对于他们强行造谣说 这个英文的意思 是这个Beat是公用Beat 但其实他们标的红字意思 是叫FlyBeat 的用户 上传了一首歌Mashin的纯音乐 并设了Self Loop 表明他自己没有这首歌的版权 不存在侵犬行为 但没有代表这个歌是公共的谁都能用 还被网友指出 这个歌叫Mashin 不是这个唱歌的人叫Mashin 本次不仅没有歌和歌手名字 还让人家rapper强行去世 这一串串的洗白手段也是厉害了 而锦 接着又有古铺军里巴帖表示 连歌曲封面都是借鉴的 吃瓜群众表示 吃瓜的现在 整个都有借鉴 但也有网友表示 红底黑字很常见不足为奇 完全是在大潮 面对这种混乱的场景 还是有不少明星直接发文力挺 比如潘伟博和竹梦娱乐圈导演B志飞 虽然很多网友纷纷点赞 但是还是有人留言攀帅表态 依旧你 我这波不支持了 有网友更是为吴亦凡想了个解决之道 表示不要发格炒作 结果越描越黑 还不如直播唱个歌 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就知道真相是否了 虽然吴亦凡表示 自己对这波争论到此为止 但是面对网上越歌词传越烈的传言 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来第四一波 还是采取冷措施 无从而知 作为吃瓜群众议员 只能漫无目的坐等吃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